今天有些顏色是特别来的 特别来的顏色就是白色和灰色 至于色物方面就要配戴多些金器 例如白金、黄金、矮银都可以配戴 对于它的健康和汉液运程都可以帮助 这方面最好打左手边 左手边代表吸收能量的意思 也可以放在它的袋子或书架里面 除了父母的方便 至于食物方面最好是吃白色的食物 白色的食物有小白菜和梨 所以食物对它的健康都会有助 熟狗的小孩都没有汉液运就要注意 因为熟狗的小孩都没有汉液运会差一点 所以父母可能要花多些时间 在读书方面特别要看近小孩 因为他的成绩可能未必比父母的理想 但不要紧的 只要小孩能够尽力的话 其实这些东西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到第二年他的学业运都会更改变 而且有些东西也会提升 至于健康方面也要注意 因为熟狗的小孩是形态税 形态税来说 虽然形态税本身没有犯态税 但形态税在熟狗来说 今年会特别有影响 也代表狗来说是十月生产之中 身体是比较差的一步 所以今年熟狗的小孩 父母就要非常注意他的健康 因为他的健康很容易出现问题 但是父母多加照顾的话 注意他的饮食 注意他的作息时间 能够给他多些运动去做 增强他的抵抗流 其实问题也不会太大 所以父母也不用太担心 至于父母员方面 父母员方面 父母需要多些时间去照顾小孩 因为今年的小孩的健康运动可能会差一点 所以无论他的性格和心情都会差一点 所以小孩来说 有时候会发脾气 或者会发脾气 那父母要特别 要多些时间去照顾熟狗的小孩 千万不要那么容易发脾气 不要骂小孩 因为他自己也不想 他自己也不舒服 所以父母要多些时间去照顾他